高雄市議會24號下午進行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 面對各區議員的質詢 市長陳其邁表示 針對原高雄縣區的建設 會考慮各區的資源 妥適規劃各項的建設 並且加緊腳步積極建設各項的基礎設施 高雄市跟縣原來原縣區的平衡 這個我們一向非常的關心 所以不管是在我們的新建的工程 還有像運動中心 關懷據點等等 我們都會考慮到帶原縣區的一些資源 過去比較不足 所以我們也會多帶這些沿線區的這部分 來加快我們公共建設 基礎建設的腳步 而面對少子化的議題 市長陳其邁則是強調 由於少子化問題涵蓋面向廣泛 市府各局處秉持嚴肅的態度 積極面對 包含推動社宅 生育補助 公托等各項的政策 以減輕父母生養子女的經濟負擔 這個是每一個局處大家的責任 所以包括都發局的社宅 社會局包括公托 還有生育補助 那等等這些 我們就好像靜零轉型一樣 各局處大家都要負起責任 所以我們也針對 這個社會局或者是其他的局處 也針對少子化的問題 積極而且很嚴肅的來面對 另外陳其邁也回應台積電 先進製程的量產時程 說明市府尊重台積電設廠的規劃 會全力解決有關水電 土地交通等各項的問題 尊重台積電的 騎乘的規劃 但是它騎乘要更改前 從特殊鎮改成先進製程 所有的不管是水 電 土地交通 安家等等這個部分 我們市政都在 事先做過溝通 所以這個部分解決了這些問題的時候 在法術會他們就 做以上的一個宣布 最後針對圓明區的發展 以及近零碳排 市長陳其邁也一一給予回覆 同時期待議會能夠給予支持 讓市民 能源 產業 社會 都能夠順利轉型 記者高雄 綜合報導